韩国反垄断 整改电子支付 严管算法歧视与操纵 建制苹果谷歌 韩国反垄断监管持续推进 近期 韩国金融委员会表示 因涉嫌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包括kakao 金六二等多家互联网平台旗下的电子支付业务 被要求自查自究违法违规行为 韩国互联网巨头的越界不只体现在支付行业 掌握的大量用户数据成为其重要竞争优势 使用的算法也进一步被规制 KFTC表示 谷歌要求三星等韩国本土智能手机制造商 就应用商店许可证和操作系统早期访问权 与其签署关键合同时 必须达成反碎片化协议